剛剛看到美國今年的穀物的價格 恐怕看起來 也有可能變成推升通膨的另外一道力量 沒有錯 因為剛剛從影片裡面我們看到 現在全世界的糧食遇到兩大問題 一個就是南美洲的乾旱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烏克蘭 現在所面臨的戰爭問題 我們看到烏克蘭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的總耕種面積有一千五百萬公頃之多 但是今年可能只剩下七百萬公頃 光這個耕種面積就整整少掉了一半以上 大家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大 大家也知道烏克蘭是號稱歐洲糧倉 那一個糧倉能夠耕種的面積 一口氣就少掉了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其中我們在看到玉米的耕種面積 在去年是五百四十萬公頃 今年預估只剩三百三十萬公頃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去年已經耕作的照理說今年要收割了 結果戰爭爆發 直接就是告訴你這些就報廢掉了 其中我們看到小麥 去年大概中了六百五十萬公頃 結果現在只剩下大概四百萬公頃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戰爭還在持續 所以能夠收割的面積勢必還會更少 所以現在最直接的烏克蘭已經把好幾種的穀物都禁止出口了 包含了黑麥燕麥小米巧麥等等 甚至包含的肉品等等 甚至大家更擔心的如果也小麥等等通通都全面禁運的話 那這一波的物價就會很嚴重 所以聯合國 說明一下類似小麥這一類是歐洲主要糧食的原料 沒錯 所以是麵包麵條麵粉麵製品的原料 然後像什麼黑麥之類的是啤酒的原料 然後這一個比方說玉米小米這種有些做飼料 對然後呢 他還有養殖的肉類 所以這一個糧食的價格可能會全方位的失控 沒錯 所以現在聯合國的糧農組織FAO已經出來說 全世界接下來真的會有糧食危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FAO 這個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做的這個 糧價的統計指數 你可以看到 在之前的低點就是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接下來整個糧價就是一個 哇幾乎就是垂直線往上衝 你就知道這問題有多大 而且還不要說直接的糧食 間接的肥料又是一個大問題 尤其是俄羅斯 他掌握了尿素跟假肥 這兩個重大的重要的肥料來源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肥料價格也大漲 譬如說東南亞的假肥已經漲了25% 加拿大溫哥華的假肥創十年新高 那在阿拉伯灣的尿素大漲了30到33% 連中國已經算控制最好的了 過去一個月 山西漲了13% 安徽也漲了創了四個月新高 所以這些問題真的一環扣一環 那不只是我們剛說的這些農產品 連漁獲現在也要受到影響了 我們看到實際其他國家 你看到韓國好了 韓國非常韓國人都非常喜歡吃海鮮 但是他們海鮮絕大部分從俄羅斯進口 因為俄羅斯是他們第二大的水產的供應國 所以光過去一個月 韓國的鮭魚漲了87% 帝王蟹漲16% 鮮魚漲了10% 所以他們現在不得不從其他國家 像從智利 從澳洲 甚至蘇格蘭來補這些 進口這些貨 大家不要以為是只有其他國家 臺灣也要有這些問題 臺灣很多的吃到飽的 或是一些這個海鮮餐廳 日本料理餐廳都會供應帝王蟹 結果帝王蟹現在已經漲了六成了 因為很多的帝王蟹 跟你說是日本 其實都是俄羅斯來的 還有什麼海膽也是一樣 幾乎也都是俄羅斯來的 海膽更誇張 已經漲了兩倍了 所以很多吃到飽的餐廳 現在都不敢讓人家吃到飽 都改單點了 還有牛奶 尤其家裡有小孩子的 真的要要較緊張了 因為剛剛講到飼料的關係上漲 所以國際上的牛奶價格 其實已經漲了三成 那臺灣當然也撐不住 因為這現在那個 洛龍已經出來講了 臺灣的玉米飼料已經漲了五成 牧草也漲了三到四成 其他運費跟飼料 也都漲了三成以上 所以告訴你 現在整個牛奶的價格 要漲一成以上 不要跟你說準備 其實已經漲了 你自己到一間商店去看你就知道 好那回到中國的部分 中國可能看就數字上都覺得 哇他們好像準備得很好 你看到不管大豆小麥 玉米黃豆 他們都儲備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糧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我們看到中國自己講的 中國其實現在面臨兩大問題 一個是洪災 尤其從去年以來 中國因為洪災 整整的耕種面積少了三千萬畝 那今年還有百分之二十的這些農地會因此沒有辦法耕種 所以他們就想到另外一辦法 當然我就到外國去收購農場 收購這些農業的企業 結果他們主要就是在烏克蘭 結果烏克蘭又發生這些事情 那所以現在中國自己跳出來說 現在的糧食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